大家如果解封或是微解封之後 最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要出國外 想去立陶宛 用新台幣暴打一秒 找一家 還不錯的餐廳 給他很冷的吃一頓珂杯美酒 另一個舒服的音樂 享受一個很好的晚上 歡迎來到職雅診所的Live Podcast 我是主持人Lara 大家如果解封或是微解封之後 最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也邀請了 幾位生活娛樂的高手 只是各位達人們 來跟大家分享解封後的 一些生活上的轉變 有哪些警囊是可以讓我們既安全 然後又可以快樂的去享受 我們可能已經睽違了兩個多月 沒有享受到的一些娛樂 所以我先讓今天的Giver們 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第一位我們歡迎阿光 阿光你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光 我現在目前是從事旅遊業 大概有15年的經歷 那最主要是從國內旅遊開始 那現在是主要的是 這個日本縣的導遊跟領隊的工作 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今天很多的美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潔力 我是潔力帶路的創辦人 那我自己其實從事帶團的工作 已經有12年的資歷了 那以前在疫情還沒有這個爆發之前 主要以日本健行 瑞士健行 紐西安健行為主 那這兩年呢 我們也在從事台灣健行的這個出團 跟領隊的工作 嗨大家晚安 我是喬伊 我自己在餐飲的工作經歷 大約有20年的經歷 那有歷經過五星級酒店 以及連鎖餐飲體系的部分 那先認識好時好時餐飲集團的副執行長 那我們的旗下有燒烤店 麻辣火鍋店 以及行動餐車 那如果想要對上述這個業態 有想要多了解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來詢問我 很高興認識大家 哈囉大家好 我是XY 然後我現在正值工作是攝影跟剪輯 所以是從事影像方面的工作 然後因為我從事影評寫作 在部落客或是早期的無名小站 就是從到現在已經超過10年寫作經驗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我的影評 或是每週的電影資訊 或是一些娛樂新聞 歷史相關知識的 或是一些跟電影任何相關的 一些文章寫作的話 歡迎到我的方格子 或是臉書粉絲團 IG、Youtube、Podcast等這些平台 上面搜尋 XXY給你看電影 就可以看到我的創作囉 所以如果是電影咖 或是平常有在追劇的朋友們的話 就歡迎可以來跟我在網路上 來做交流這樣子 我是艾菲英國系統的方向療法治療師 那平常的工作就包括在企業或機構裡面 提供方療講座 我自己也有一間個人工作室 為個案服務 然後9月初我翻譯的第二本 專業方療書要上市了 它的書名叫做方向要點 經由療法的臨床指南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書 因為它結合了東西方療癒智慧 我覺得蠻值得期待的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方向療法 這個新興的一個治療療的工具 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我的臉書粉絲頁 生活在芬芳跟我交流 那我自己也超級愛玩愛吃又愛旅行的 所以已經很開心能夠 跟各位吃喝玩樂的高手 一起聊天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mson 那我在健身產業任職超過10年 我曾經擔任過教練、業務、行銷等不同的職務 那也曾經和夥伴一起開過健身房 那現在主要承接有部分的業務 就是比如說像健身場館的設立 委託管理跟人員培訓 所以如果有相關的就是產業相關問題 可以用IG或是臉書來試訊我 現在先問一下大家好 問一下線上的各位 就是大家解封之後會想要做哪些事情嗎 有沒有最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光是要度過眼前的8月 繼續在家隔離 我覺得已經就是非常累 因為畢竟我已經一路從5月份隔離到現在 已經隔離到就是我平常沒事 可能會對著牆壁發呆 然後或者是自言自語的狀態 你已經到自言自語的這個程度 是不是有一點嚴重啊 那是因為你自己一個人住嗎 對一方面我覺得可能也是一個人住 而且因為現在你的社交活動幾乎是歸零嘛 然後你也沒有跟朋友啦 同時聚餐、喝酒、吃飯聊天、唱KTV、出遊等等 以前正常生活可以做的事 現在全部都不能做 唯一可以接觸到人的機會 就是可能開會的時候 跟人家有視訊軟體 或者是用語音的聊天 就很久沒有跟真人互動的感覺了 而且現在外送員也不能送到你家門口啊 對因為外送員基本上 應該是不只他沒有 他不想接觸我 我也不想接觸他 所以我就會指定 你給我放在門口 然後所以等他拿放完之後 我再開門出去拿 我現在大概一個禮拜 能夠接觸到人的機會 就大概是出門到垃圾吧 我覺得這是真的耶 因為雖然我們的公司是有開始恢復一些分流上班啦 就是有些人已經可以回到工作場去了 但是交通通勤也是另外一個我們可能會擔心的議題 但如果我很難想像 假設我們又像這個Sam一樣 就有些朋友 他可能還是繼續停留在Wolf Brown Home 或者是可能自己還是保持著跟人 人際關係交流沒有到那麼多的一個狀況下 我覺得心理壓力是會越來越大的耶 那我想先問一下這個芳苗石鏡啊 就是假設上我們在8月我們還在觀察 接下來就要8月了吧 雖然現在有開始慢慢的好像要微解封的這個狀態 可是在這個過渡期 可能大家還是不適合做太多的一些 像5月之前還沒有宣布三級警戒之前 那麼自由奔放的話 這心理壓力該怎麼辦呢 因為我相信還是有朋友 他目前還是處於這個狀態 真的 因為其實我的個案 或者我上課的學生裡 很多人就是焦慮啊 然後睡不好啊 然後會覺得很悶啊 那芳香療法其實它就是一種很有趣的工具 是善用氣味對人的影響力 它可以幫一點嘛 我們現在走不出去 或者我們走出去很擔心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可以把自然的情境帶回來家裡 就透過植物的精油的氣味的散發 比如說我們以前隨時隨地走進森林裡 我們立刻就會覺得 哇好清新好放鬆喔 那就是要謝謝樹木們 它就散發出芬多金的氣味對不對 那如果在家我們想要感覺一下這個芬多金的療癒感 是不是就可以利用室內的居家擴香 去擴一些樹木類的精油 就好像在家裡面營造了一種森林感 這是一個就是一種就是芬香療法 可以把植物的情境帶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這個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那除了我們剛剛講 你有一個特定的情境你可以選擇精油之外 平常我們可以考慮幾個重要的因素去做居家擴香的選擇 比如說像第一個最重要就是時間 你是白天想要擴香呢還是晚上 然後當下的狀態是什麼 是覺得工作太累 然後很激動還是覺得很悶 太久沒有跟別人說話像剛Sam說的 然後第三個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個人的喜好是什麼 舉例來說好了 比如說像白天我們需要配合我們上班 需要有一些振奮的精神 那像這時候迷迭香這種草本類的 就可以提振我們的精神 那晚上呢我們就可以選擇一些比較放鬆的 比較甜美的味道 像薰衣草或甜橙 那如果考量狀態的話 比如說現在夏天很熱 白天的溫度履創新高 薄荷就是一個很好加進來的選擇 那如果說心情很悶很悶的狀態 我就會很建議大家 我們在精油裡面有一類的精油 是透過去萃取植物的果皮 像是柑橘類的果皮 像葡萄柚啊檸檬啊這些 它們因為吸滿了滿滿陽光的能量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打開我們的心扉 感覺陽光照耀 就是溫暖的照耀在我們的身體 但不見得會太燥熱 那剛剛有講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 請大家一定要考慮我們個人的喜好 比如說我真的有遇過朋友 他就是不喜歡薰衣草 覺得那個味道很膩 那即使他現在很想放鬆 教科書都叫他選擇薰衣草放鬆 可是因為他主觀上不喜歡 所以他絕對沒有辦法幫助這個人放鬆的 我們要相信 並且體貼我們自己的身體 他是正直的 他喜歡了 我們的心情就會好 我可以建議Sam 或者說其他的朋友 想要在居家的時候 運用氣味幫我們營造一個 比較療癒的氛圍 可以選擇居家擴鄉的方式 俊我想再問一下 因為像現在在居家上班 你可能整天都一直盯著電腦 而且老闆可能無時無刻 都想要找你回訊息做事等等的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就是算放鬆自己的 也許是眼睛 或放鬆自己的心情情緒 因為主要是現在 沒了上下班的那種 同情的儀式感之後 有時候私人的生活 跟工作好像分不太開 那平常的心情可能就覺得 好像比較緊繃一點 這方面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真的 現在講到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我也常常跟我的個案分享 現在大家其實還不只工作 居家是不是花一大堆時間追劇 然後我們怎麼看都是四面牆 距離超近 其實我們眼睛的肌肉 一直處在高張力疲乏 很酸 對 固定的拉力的情況其實很少 那方療裡面其實有兩個主要的主角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講的是精油 另外一個就是純露 純露在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好工具 因為純露很多都很消炎 它是比較水狀 然後裡面的精油含量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常常會建議大家 比如說你一陣天你可以 把時間大概切割成兩到三個時段 比如說中午吃飯的時間也該休息了 你就可以第一個當然就是旺旺遠方 那第二個就可以拿一些 比較消炎型的純露 像菊科的植物純露 菊科像是羅馬羊柑橘 德國羊柑橘或者永久花 這些都是屬於菊科 菊科很消炎 就是我們常常中醫講的降肝火有沒有 菊花的菊嗎 對 菊花的菊 跟柑橘的菊是完全不同的植物 德國羊柑橘橘 柑橘橘永久花 它們是同一個家族的植物 它們的能力都在於消炎 然後永久花還特別能夠活使 所以當我們眼睛長期使用很酸澀 血液不流動的時候 我們用唇露用礦中棉 或者一些大家不知道 常常在美妝店有沒有 當那個紙的面膜 用唇露完全淨濕之後 敷在臉上或眼睛上 大概10分鐘15分鐘 閉著休息 其實就是對眼睛很好的一個療癒 真的耶 因為我身邊的同事 其實在家工作這段期間 好多人在團購葉黃素 就是覺得很傷眼睛 因為幾乎都一直盯著電腦 不然就是盯著小孩子的iPad 然後線上教學嘛 就一直看一直看 對然後也沒有 就是沒有外出 很少外出就 都是在家裡近距離的這樣的一個 用眼過度會非常的不舒服 這些都是好方法 就是吃黃素 然後偶爾間歇性的旺旺眼光 閉閉眼睛 做做眼球的轉動 呼呼唇露 這些都蠻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學到一個可以敷唇露 唇露是有點像化妝神這樣子 跟香香的這樣子 對 有一點 不過它的味道沒有精油那麼香 它的味道會跟精油 譬如說同樣薰衣草 蒸餾出來 很小一部分變精油 大部分變唇露 那唇露的味道 有時候不會像精油這麼的甜 還蠻有趣的 味道會有差異的 好喔 學起來 那個Sam 你也可以弄個香香的這樣子 因為感覺還蠻舒服的 就是可以調節你的心情 跟你的壓力這樣 對啊 我覺得聽完之後 就超想要來試一下 因為我以前對這種香的東西 總覺得好像是女生 或者是女性 他們會比較常用 男生用這些好像就是怪怪 我覺得今天學到蠻多的 我覺得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像我以前 還有在正常上下班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去健身房運動 可是自從我五月開始之後 我基本上 每天坐在我的椅子上面 想像我有在運動 對我用想的 然後我基本上 如果回復正常上下班 我不確定我之前的褲子 衣服還穿不穿得下 因為今天有一個giver 他是健身產品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比較好的方法 我可以在家健身呢 那Samson有什麼好建議嗎 當然有啊 應該說如果是在家健身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蠻多的選擇跟方法可以來做 那像比如說 一個瑜伽墊 你就可以做的徒手核心訓練 對它可以搭配簡單的器具 比如說像椅子啊桌子啊 或者接聽 那讓強度可以增加一點點這樣 那或者是其實像最近很流行的那個HRIT 就是高強度間歇型的運動 對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也是有效 而且其實大家都還蠻喜歡的 對那另外其實也建議可以搭配 比如說像數位的器材啦 那最直接的就是大家都有的手機 對那像手機前一陣子有一個那個APP 這個APP蠻有名的應該說蠻火紅的 就是叫Active Arcade 那它就是用遊戲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可以再結合在運動裡面 對那另外一類就是比如說像是NTC啊 對這種類型的就是大家其實應該也有聽過 然後它就是裡面會有很多完整的一些課程或是菜單 對那更有趣的是它有一些裡面可以讓你在上面打卡 然後或者是它可以記錄你的運動狀況 對讓大家可以在在家運動的時候可以挑戰一下自己這樣 對對對那另外一種就是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比較最近蠻流行的就是Switch 因為Switch之前有出一個健身環 嗯很多人說 對啊那它也是一個蠻好的輔助 那讓大家可以把運動跟娛樂結合在一起 那邊運動邊玩其實是最好的啦 那剛剛有聊到說 其實大家關久了有些人就會想要出去旅遊 因為像我自己真的就很想很想要去日本 我已經盡量擺忍耐了 然後威廉哥剛剛也有問到底什麼時候才去日本嗎 確實沒有錯因為根據我們的104的調查呢 最多上班族的問卷裡面寫到的第一名就是旅遊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去日本 我們就要來請教一下日本的領隊達人阿光 剛剛威廉說要今年可能要看到那個紅葉我覺得還蠻困難的 因為光今天他們27號就有4690例的這個感染樹 然後光中心就2848 是從過去到現在最多最多人的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要去到日本的話 以我這樣看日本它的疫情的發展的話 其實應該是蠻困難的啦這樣子 那希望是可以很快的啦 可以告訴我們的聽眾朋友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在台灣呢 也有可以像去到日本那種偽出國的感覺 真的要偽出國對不對 其實現在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喜歡日本這樣子 那其實台灣很多的地方都有像日本的感覺這樣子 今天我就先用三個地方跟各位講好了 尤其是如果大家是從台北的朋友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到宜蘭去 宜蘭現在最新有一個叫做小小路 就是餵路的一個景點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去到奈良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路可以餵嘛對不對 那個是天然的 但是台灣其實有很多地方 像阿里山的三角下的出口呢 還有很多地方都有開始養小路了 那各位呢可以 不妨可以有機會可以到宜蘭的三星呢 有個叫做張美阿嬤農場 他就做的非常非常像這個日式的一個 有神社啊然後有小路啊 有有有有有 我去過對 張美阿嬤農場 有有有有 我想起來我帶我小朋友去過 很好玩耶 對非常適合小朋友啊 或者是大朋友去體驗一下 這個餵路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可能到動物園 才能夠看到路 那其實在 我們的這個日本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神社 譬如說廣島啊 還有奈良很多地方 都有這個神的這個死者 這個路 所以呢不妨呢有機會呢 你可以到宜蘭去到三星 那其實三星呢 你還可以串聯很多周邊的一些什麼三星 沖的 沖的DIY等等啊 所以呢 你可以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阿嬤農場去看看這個 體驗一下 感覺自己想去再去日本的感覺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呢 我們知道這個 苗栗 泰安有一個叫做烏嘎林的這個 我相信這可能很多人在 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的話 烏嘎林這三個字打進去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跟藍山很漂亮 我們知道這個藍山有個竹林一整片嘛 他們的那個觀光宣傳的照片呢 就是用這個藍山的竹子 不妨呢有機會 它這個算是早期的秘境 可是因為現在大家慢慢的口耳相傳 其實很多人都去過了 或者都知道這個地方 那其實旁邊有個露營場 所以如果有機會 你可以在那邊露營的話 然後呢 可以去那邊走一走非常好 那個 那個露營場是叫烏嘎燕嗎 對對對 就在旁邊而已 我去過烏嘎燕 可是我沒有去過烏嘎林耶 就在旁邊而已耶 太可惜了 那娜娜你下次要再去錄一次了 好那謝謝阿光喔 這是國內台灣旅遊的部分 也許我們現在可能沒辦法去日本 但是除了日本之外 還是有其他的地方 我們也很想問一下啊 Sam你不是很想去旅遊嗎 對啊因為我這一年的那個特休假期 我沒有用嘛 而且你基本上你關在家裡 你能夠花錢的機會很少 所以身邊可能有一筆積蓄 如果我許下比較大的夢想 我從九月開始 我每個月我都要出國的話 像世界各國 除了我們剛剛討論的日本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國家 他們可能有一些 慶典節慶 或者是季節性的美景 可以安排的啊 其實講到國外的秋天 我覺得真的可以推薦的秋景 或是所謂的那個美到爆的那個秋天的路線 其實真的很多 現在已經可以去歐洲了 是部分國家嗎還是全部歐洲都開放嗎 其實現在的關鍵其實歐洲幾乎都開放了 包括英國因為我在英國念書的 然後我英國那邊的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現在對於台灣來講 因為他們都包括歐盟包括英國 他們都認為台灣是安全的國家 所以現在其實入境 只要你有這個就是 施打疫苗的這個證明 還有或者是說你有PCR的檢測 就是如果你沒有打疫苗沒有關係 你有PCR的檢測 然後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你就可以入境了 那當然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可以開放觀光的 因為現在瑞士那邊的朋友跟我講說 瑞士大概歐洲的旅客 大概已經佔了一半了 就是應該說已經恢復到疫情前 大概五成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了 所以現在其實是 只要 那當然現在只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回國 還是必須要這個 乖乖的住進防疫旅館14天 主要問題是在這裡 那當然 我覺得 現在我們最流行的這種講法就是 中央有滾動式的政策 那我們呢 配合中央滾動式的政策 不管是個人或是出遊或是出團 如果想要去國外的話 我覺得 這個現在 如果大家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你真的覺得說 搞不好 這個變異14天隔離 或者是 你覺得 有可能等到我們 9月底 因為我覺得 目前的這個 趨勢來看 我們9月底 甚至搞不好 到了 11月的覆蓋率 搞不好會 這個 這個 達標的幾率滿高的 然後 這樣子的話有可能 政府呢 搞不好到時候 對於隔離的這個措施 就不會那麼的 嚴謹的情況之下 其實搞不好 我們 秋天到瑞士 賞風 健行 就是剛剛這個 SAN的心願 搞不好就可以達成了 那在健行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推薦了幾個路線呢 講到戶外活動 那我覺得其實大家真的都悶壞了 包括LARA 包括SAN 那我覺得這個 我們應該推薦一些比較 這個適合上班族 去挑戰一下的地方 好 那我第一個分享的是 雪山東風 我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除了SAN之外 這邊有去過的舉手 發聲一下 我沒有 沒有 雪山東風 你是不是適合上班族嗎 聽起來很難耶 你不會不會 我覺得真的沒有很難的 而且風景 風景漂亮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 SAN是這個號稱 有收集十幾顆以上的 百月的人 對不對 隱藏版的那個登山男人 所以我覺得SAN是屬於那種 高手級的路線 但是我會很中肯的講 因為畢竟 我們是在站在推廣的立場 我們絕對 不會呢 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怎麼這麼難 然後介紹我們這麼難的地方 我們先講 雪山東風其實它 其實是屬於 應該正確的講法叫做 武林農場 雪山東風 漸行路線 因為武林農場 對大家來講 應該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武林農場基本上是平的嘛 對 那好處是說 武林農場基本上是一個 四季都很漂亮的地方 雖然最有名的是櫻花 大家都很知道 就是 真的就是幾道爆 然後可是呢 它的秋天其實很不錯 因為它有一些很大的這個 就是很漂亮的 包括剛剛有人說 洛宇松 那邊也有 然後包括我們以前在 剛剛有人提到京都 因為京都其實是我的地盤之一 因為我出了兩本京都的書 對 只是我剛剛有人在問什麼 子王是什麼 不好意思講的太多 我覺得說 對 怕我們節目今天要開到11點這樣 對 所以我先暫時 包括什麼藍山啊 雪山啊這些地方 好 那我覺得呢其實武林農場秋天 就是有一個 我們在 呃 也是秋天 的時候在京都一定會想要看到 就是銀杏 就那邊也有銀杏 對 然後 然後時間大概落在 11月到12月這個地方 對 然後 如果你 就像說LARA 如果你擔心的話 其實我覺得 在武林農場践行 其實你就已經很開心了 因為武林農場腹地很大 其實你慢慢走 大概走兩個小時 甚至三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對然後他還有一個地方 其實很適合親子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是很棒的 露營區叫做陽光草原 剛好跟我的稱號 我知道 有關係 因為我叫陽光竭力啊 所以我要介紹這個地方 叫陽光草原 那個是我很想去的 對那邊很棒 那邊就是 他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住飯店 我林農場有好幾間飯店 這樣我自己知道 大概就至少有三個地方 那有分不同的等級 然後不同的預算 那如果 就因為我們剛剛講親子 那另外包括上班族 那如果你覺得你是 比較是屬於冒險泛濫型的 像Sam這樣子的 也許 這個可以考慮 就是我們剛剛講 陽光草原那邊就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 這個露營區 然後也有規劃的 非常好的停車位 然後規劃的很好的 廁所洗手間 包括那邊的遊客中心 其實有賣很多泡麵 就是你絕對不會怕 沒有東西吃 你可以吃泡麵 然後在那邊錄音 對那好 那講完這個簡單的路線 就是基本上大概是難度 只有一顆星的地方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雪山東風 其實雪山東風基本上 我覺得大概可以算三顆星到三顆半 如果滿分是五顆星的話 雪山東風有到三顆星 這樣感覺還是有一點難度啊 因為我就是零顆星等級的 不會不會 我們先講 他可以分段劍行 因為他有好幾個就是地標 比方說那個地方有一個山莊 對那你如果比較這個 覺得自己的體力可能會比較擔心的人 你可以走到這個山莊大概 去的話兩個小時 下來的話兩個小時 來回四個小時 對那他的路線的好處是 我覺得 好這就是重要的前提 就是只要你平常有固定在做運動 或者是你的定期 就是比方說每個月你會去郊區走一走的人 我覺得雪山東風來回比較長一點點 對大概來回八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那我們這種走法叫做一日單工 很適合上班族 一日單工就是早上出發 晚上回來 欸傍晚比方說四五點五六點就可以下山 就是回到出發點 單日來回 單日來回 一日我們都叫一日單工 那我有碰過年輕人 上班族他說他們不想要請假 五點六點到那邊 那當然他們就是比較辛苦 如果是住台北的可能就是 半夜出發然後這個走完五六點 然後呢就 或者是快一點的話可能四點就可以走完 然後就可以回到台北了 連住宿都不用 但是當然這種方法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啦 因為我喜歡比較悠閒的走法 然後在那邊舒舒服服的住一晚 然後第二天再開始出發 那謝謝傑莉跟我們分享幾個就是戶外活動很適合推薦大家去的秘境 我們也發現就是大家好像吃的慾望也是被壓抑了很久了 雖然說很多產品是可以外帶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外帶跟內容還是有差別的喔 所以我們的票選呢就是在前五名裡面呢 也有一個叫做大吃一頓 大吃一頓我自己超有感的 因為我個人是超喜歡buffet 就是飯店的buffet 那本來今年呢 我們全家也是要慶祝生日的時候想要去吃buffet 但因為疫情嘛 所以我們就變成叫外眾在家吃 我跟你說那個感覺 真的慶生的感覺真的 feel就差很多了少很多 所以解封之後我就很想要找機會再去吃buffet 那我們請教一下喬莉好了 超音你覺得餐飲業什麼時候有這種暴復性的消費 是不是特別是在內容開放的時候呢 你怎麼看呢 好先回答Lara剛剛想說想要吃buffet的部分 剛好今天在線上google的一些目前比較大型的buffet 可以餐飲點鎖機長 例如想吃天堂還是那種hanna的部分 其實他們目前會延到8月1號之後再做所謂的開始內容 目前可能還在廣網中吧 那有提到暴復性消費嗎 像今天算是解封的第一天 其實我自己在路上晃了一圈啊 路上餐廳的人其實還蠻不少的 不管今天是哪一個型態 這個讓我其實還 有點小小的驚訝 因為大中午的時間大家都在上班的時間 餐廳已經有很多人在示範了 不管今天是燒肉店啊還是火鍋店的部分 你們自家餐廳也是嗎 對而且因為我自己的餐廳目前是在苗栗這裡 所以其實我也有去過勤美學 我們的行動餐廁也有去過勤美學那邊做配合過這樣子 那很驚訝的是 我今天好多主客人都是從 台北跟雙北下來師範的 哇塞 現在是大家被壓抑久了 就是不只是暴復性消費 而且是暴復性跨縣市消費 對真的還蠻親耀的 可是我覺得前幾天我爸也才在講 他好想要去吃什麼火山爆發劑 那個都不在我們住的縣市 那真的都是要跨縣市 他甘願耶 他說我真的等了很久 我就是想念那個味道 對而且我原本想說 報復性消費應該只會出現在 國人的身上 因為畢竟 從5月19號到現在也 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結果在今天晚上 我們的火鍋店竟然 多了好幾組老外來吃蛋 那我也覺得說 因為苗栗本身是一個 外國人比較少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問他說 那你是從哪邊來的 果不其然他們也是從台北下來的 我說 你們願意開一個多小時 只為了吃個飯 只為了吃個飯 對 結果吃個飯出來晃一晃 然後不停走一走 然後吃完就要回去了 對 反正也不能夠去哪邊人多的地方 但是開車出去吃個飯總可以吧 大概是這種心情 就是感覺很像出遊 現在開始有一些跡象 是跟你之前營運有點不同的 而且我們也發現大家 壓抑後的慾望 這個解封後會做出一些 我們可能以前比較難想像的 就是吃個飯要跑那麼遠 對 現在就是跑那麼遠我也甘願 我也爽 因為實在太久沒有外出了 而且就是想念現場的味道 那想請問一下 因為喬伊你們是餐飲集團的 所以你們在做旗下的一些 餐飲策略布局的時候 你們覺得接下來下半年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或是哪些調整呢 有其實在 某些比較大型的連鎖Buffet 其實我們跟大家聊過就是 因為畢竟Buffet就是個人取餐 然後可能會有去跟食物接觸 這樣的一個問題的產生 所以在目前的策略狀況應該是屬於 可能用點餐牌的方式 就是我去點餐 然後由現場服務員去幫你做送餐 或者是由師傅這邊 我想要吃某些餐點 他直接幫你做夾去 就避免說 消費者直接用夾子去夾餐點 因為畢竟在夾的過程之中 你可能我想要吃東西 想要吃西 那身體有些人會在裡面拿來拿去 還是會有一些疑慮的部分 這可能是會在下半年 針對大型自助餐的時候 可能會提供一個服務方式的改變 會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直接幫我們夾菜這樣子 對或是用點餐的方式 以你們的經營管理的角度 在你們自己自家的餐飲策略上面 會做怎樣的調整嗎 其實 一開始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畢竟餐廳就像剛剛其他giver說的 你不能在餐廳吃飯 其實就少了一個味道 包含東西沒有辦法現做現吃的話 其實帶回去感覺真的會差蠻多的 那就於我們自己集團來看的話 下半年度還是會比較偏向在電商的部分 以及載配的方式去做操作 因為畢竟在家吃是屬於比較安全的環境 但是要如何去創造出 讓消費者可以在家裡吃到跟餐廳一樣的品質 這是我們下半年度的一個經營策略的調整 好 我了解 那謝謝這個喬醫跟我們分享了一下 可能在未來我們即使可以到外面去餐廳去內用去吃東西 可是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就是自己的一些衛生或是防疫的一些安全距離 那除了大吃一頓之外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人是真的也很想要去看電影 就是有些上班族了 他也有在問卷調查裡面有填到 他們非常懷疑電影院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來問一下 就是知名的YouTuberXXY 就是下半年有沒有什麼樣的電影 是你覺得一定要去電影院看的 有沒有一些推薦呢 就是華納那邊的DC超級英雄宇宙 今年在八月的時候會有一部叫做自殺圖裡對集結這部片 對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說他的副標題叫集結 那是因為之前我們應該有印象說 有另外一部叫做自殺圖裡 然後內部因為 這個有關係嗎 內部的評價雖然很多人覺得不好看 所以華納他們就是找了另外一個導演過來 也就是之前導過《星際公隊》的導演詹姆斯剛人跳槽 因為他被漫威一度被趕出來 然後所以他就說跳槽到DC然後去導這部片 所以他的風格其實是會比較偏向是《星際公隊》那種比較歡樂的 比較幽默 黑色幽默的 然後就是看一群超級惡棍 就是有超能力的反派們 組織一個團隊的故事這樣子 對 然後這一次的演員其實也換了一大批 然後就是跟之前那一部的自殺組織隊完全不一樣的成員 當然裡面那個小丑女還在 然後一些比較重要的角色也還在 對 那但是這裡面的角色包括 什麼伊卓勒斯艾巴 這個非常非常有個性的一個黑人的男性這樣子 然後錫維斯史特隆會在裡面配音這樣 然後還有如果大家有看摔角的話 John Cena也會在這裡面演出這樣子 我知道 John Cena John Cena 然後就是他的卡斯非常非常強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預告片 他其實就是一群我剛剛說的 一群惡棍 一群超能力的惡棍們 然後他們會去阻止世界被某種東西毀滅這樣子 對 那這個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期待這部片 因為是導演 然後還有這些演員的這個詮釋的不同的角色 而且這些角色未來 華納他們也有就是去規劃個人的印記 或是個人故事出現 所以他算是一個華納今年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超級英雄電影的重點這樣子 就是這一部了 所以XXY的意思就是說這一部一定要進電影院看喔 我覺得這部片是我一定會進電影院看的 就是他8月5號已經快接近了 所以我會排除困難萬難 就是我要穿防護衣啊 我要戴護目鏡啊 我要戴防毒面具啊 我也要去看這部片這樣子 然後如果好就是大家覺得說 超級英雄電影就是很膚淺什麼的 沒關係就是還有其他更多的娛樂大片 我覺得我可以用月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剛說8月初嘛 其實8月初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我個人也蠻好奇的一部片叫做 路卡的夏天 他是皮克斯的最新作品 那皮克斯上一部其實是靈魂機轉彎嘛 對然後再上一部可能是1 2 魔法等等 就是皮克斯的品質一定就是很多人都給他很大的肯定 就是沒有一部是不好看的 所以路卡夏天算是皮克斯今年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然後他們把很多經歷都放在這部片上面 而且這部片在之前的影展上面其實也蠻多人 就是有給他肯定的喔 對然後他的故事其實 他的故事在描述說在一個 意大利的濱海城市 然後有一個叫路卡的小男孩 然後他的身份其實是一個海怪 然後他碰到水就是會變成類似人魚那種感覺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男生版的小美人魚 只是他不會變啞巴 就是他在陸地上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男生 然後他要去認識這個人類的世界這樣子 就是一個成長勵志的故事 我相信就是皮克斯一定都會 所以塞很多這種很催淚的東西啊 很溫馨的東西啊 很正能量的東西 靈魂幾轉彎六次 對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你不想要看什麼超級英雄片的那種 很浮誇的 然後你想要一點就是在這種疫情期間那種正能量的話 我覺得八月可以選擇這一部 那個很多人都很期待 而且延期也延超久的 從去年延到現在 《完命關頭9》嘛 8月11號的時候就會上 對 太好了 他終於出來了 《完命關頭》 這部我等超久 這個我就不用多說了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自己一定會多去看 只要記得時間就好了 8月11號 《完命關頭9》他這次的卡斯 是不是有那個誰 John Cena 對啊 也是一樣啊 也是John Cena 對啊 所以8月初的時候會有看到兩次John Cena 另外一部我覺得我個人也原本蠻期待 可是我看到最近的評價我覺得有點 有點剉 就是那個特種部隊捨眼之戰 之前在預告片的時候已經有試出 然後他是主打比較算是武打動作類型 所以想要看這類型的朋友 這部或許可以去關注一下 對 那特種部隊是之前就是GI Joe那個系列 他之前也出了兩集了這樣子 然後這一部他其實算是一個重開機的 就是重啟的版本的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找裡面的一個角色叫蛇眼 Snake Eyes 這個算是一個忍者吧 一個有忍者啊 然後有那種武打能力非常強的一個角色 然後就是要講他的起源故事就對了 所以就是會扯到一些比較日本文化的啊 忍者元素的啊 然後會跟這種這什麼全世界的陰謀有關係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動作迷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這在8月18號的時候會上這樣子 然後8月底有另外一部就是我覺得進入到鬼月的時間點 我覺得就是有陸陸續續有很多驚悚電影會出現 對所以驚悚學營的愛好者的話 我覺得可以接下來注意幾部片 然後這個是第一部就是進階二 然後這部片從去年的4月延到今年 我個人是期待這部片期待很久了 然後而且這部片 這部片的第一集很好看 對 然後第二集原本就是台灣原本也是要上 然後結果他要準備上來那一週 然後剛好三級警戒這樣 所以就很隨 對然後而且國外已經有 就是已經上映了 而且評價非常非常好 就是他現在的分數就是如果滿分7分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大概會到7分8分左右 所以是評價非常非常高的一部片 對啊那他第一集其實就在講說那個 世界被某種怪物清洗嘛 然後每個人都要保持沉默 就不能發出聲音 然後要不然就會被這些怪物吃掉這樣子 對那他上一集其實 就是他的世界觀其實很酷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然後所以裡面的人物啊 他們都不能發出聲音啊 只能用手語啦 或是用一些動作 然後來度過這樣子一個危機這樣子 對然後他們在描述說一家人的故事 那這部這部續集其實就是延續第一集的片尾 就是那個媽媽帶了另外兩個小朋友 然後逃出來 然後要準備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繼續求生 然後沒想到他們就遇到了另外一群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是非常非常期待 這個故事能夠繼續的擴張下去 然後看到比如說 因為第一集他主要的聚焦 都聚焦在一家人身上而已 所以就比較局限一點啦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第二集他能夠遇到更多更多的人 然後讓我們看到更多在這個世界觀底下 發生的事情的話我覺得 這個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期待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部我覺得也是懸疑驚悚電影啦 就是暫時停止呼吸第二集 對這個也是續集 那暫時停止呼吸這個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 對那之前他的第一集呢 就是也是評價非常非常高 對那他的故事其實在講說 有一群小偷 然後他就入侵了某一個人家 然後這個人家呢 就是一個獨居老人這樣子 一個盲人 這是外國片嗎 對外國片 對 你這樣聽起來很像殭屍片是不是 對對對 林正英嗎 我以為是國片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沒有 暫時停止呼吸 對那個電影叫做Don't Breathe 就是不要呼吸的意思這樣 然後暫時停止呼吸這樣翻 對嘛 那翻成這樣害我以為是港片 好 總之就是他的第一集就在描述說 一群小偷然後就潛入了一個一戶人家 然後那戶人家是一個獨居老人 然後是一個盲人這樣子 然後他們想說這個應該很好對付 然後結果這個老人就有點像是夜魔俠一樣 就是聽力非常的靈靈這樣 然後就是在這個一棟房子裡面 然後這群竊賊們就是要跟這個老人 對峙這樣子 所以其實算是一個單一空間裡面 一個非常密室逃脫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緊張的氣氛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我還蠻喜歡這種故事 就是說你不要跟我講太大 就是跟我講說這幾個人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中間他可能會探討說 其實這個老人他也有另外一個陰謀啦 或是他就是這群人入侵之後 他發現說這個老人其實私底下有做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中間那些人性啊道德 就是說什麼啊這群人可能是小偷 就是他很壞沒錯 對可是他發現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時候 也發現說這個老人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就是我覺得那個道德上面的那種批判啊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單純只看恐怖啦 就是說在那種緊張的氣氛之中 你還可以有點思考方向這樣我覺得很棒 所以到了第二集這部片到的第二集 他其實就是鎖定在這個老人 他的家被入侵之後的幾年之後啊 因為他被發現說他有犯哪些事情啊 所以這件事情然後延續到現在 然後可能又會有另外一群人然後 然後入侵他家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設定 其實蠻讓我好奇的 所以這個是暫時停止呼吸第二集 對 等等我想問一下啊 就是你現在講的幾部都是八月的嗎 八月這個是已經到九月初了 九月三號 那如果說每個月你只能推薦一部的話 九月的話我應該會選這一部 就是暫時停止呼吸 對 那十月呢 十月的話其實也蠻多的喔 但是我會 所以我現在是會掙扎在這個007生死交戰 或是沙丘這兩部片中間這樣 就是如果硬要選 沙丘也是一直演很久了對不對 對沙丘是去年十二月 演到現在十月終於要上了這樣 而且我自己是還蠻期待就是說 因為沙丘他前陣子有說 他現在準備要在威尼斯影展上面首映這樣子 對那所以大家有想一下就是說 威尼斯影展現在是可以被譽為是 就是歐洲三大影展之中裡面 就是明年奧斯卡的一個非常熱門的風向球這樣 所以威尼斯影展可以選到這部片 我覺得這個可能那個品質 這個大家一定不會失望這樣子 對 所以十月份你推沙丘囉 我會比較想要看沙丘可是 因為007去年三四月的時候就要上了 然後我就一直忍忍忍忍忍忍到現在 然後結果竟然給我排在10月這樣 我很掙扎 對啊 所以007生死交戰也是推薦大家去看啊 007這一次的主角是誰 還是一樣啊 就是丹妮爾克雷格啊 OKOK 我喜歡他性格 反正就這兩部就對了 是大家可以去電影院看的 那11月呢 11月的話我還蠻推就是 如果大家有那種懷舊風的話 就是捍衛戰士的第二集 就是湯姆克魯斯 湯姆克魯斯 Top Gun 就是不是有傳聞說什麼 他是大陸的翻譯叫做好大一把槍 好大一把槍 對 其實那是假的 對那是謠言喔 不要這樣聽信的謠言 可是捍衛戰士他已經 他的預告片已經釋出很久 如果沒記錯應該有半年一年以上了 有有有 也是在去年暑假的時候釋出的這樣子 然後原本是 我記得好像原本是去年的九月多吧 反正就是一直演嘛 演到現在 然後 湯姆克魯斯前陣子新聞也很多嘛 說什麼他不可能 我準備要上太公嘛 總之 對啦 我覺得湯姆克魯斯他現在回歸去演一些 就是比較現實面的東西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 能夠讓他知道說他還是地球人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樣 所以 對啦 對 還有一部片這樣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就是今天好片 超帥的 超帥的 就是 覺得第一集好看 或是有看過第一集的人 應該就是透露自己的年齡啦 真的 欸欸欸欸 幹嘛這樣 我都會把照片再翻出來看啊 對啊 反正不管怎麼樣啦 我覺得 我覺得湯姆克魯斯他算是一個時代意義啊 然後他現在 就是 他的故事其實就是 因為第一集是他是 飛行員嘛 然後他第二集現在就是變教官這樣 所以 他 就是第一集裡面 不要說我爆雷 那太久了 他第一集裡面他的好朋友死掉了嘛 對所以 在這一集裡面他要去當教官 還是指導第一集死掉的朋友的兒子這樣子 對所以 就有點傳承意味啦 然後而且第一集他主打的是F-14這部 這架戰鬥機嘛 然後 大黃蜂 對 14熊貓嘛 熊貓戰鬥機啦 然後這一集的話 就是F-18的大黃蜂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 如果是軍武迷的話 看到這些東西應該也會蠻有feu的啦 那因為剛剛也有講到就是 到電影院或是外出的時候 我們 還是難免會 擔心說 是不是要保護好自己 除了口罩啊 除了乾洗手之外 我想問一下GIN啊 就是我們在通勤 上班族呢 不管是下班後的休閒娛樂 或者是假日的時候到戶外活動 或上班的時候平常的通勤 有沒有什麼樣的法寶 就是在從發療的角度 可以提供給上班族 然後讓我們也可以做 額外的一些防護呢 好喔 我剛剛都不好意思說 我的電影年代 停留在萬花西春跟羅馬假期了 謝謝大家幫我準備 我要謝謝Cypher 讓大家都可以大膽的講 那個 剛剛就是那個XXA有講到說 就是進電影院就是會狂用那個 乾洗手或酒精噴霧啊 那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如果我們買是市面上的那些乾洗手的產品 要注意它的濃度 因為其實真正有殺菌或殺病毒的效果的話 酒精濃度大概是要在百分之七十幾 這是有科學研究的 所以其實市面上很多 加了很多其他內容物的乾洗手 它可能為了觸感啦 或者是味道的改善 它就把乾洗手變得 其實比較是一般的殺菌產品 但是對於這一次流行的COVID-19的防禦效果 其實不會那麼好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大家就是單純用酒精 那像我們放牢師會 另外在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裡面 加幾滴精油去改善氣味 但是不影響它主要的酒精濃度 這一點要請大家就是要注意 對然後另外 加什麼都可以嗎 你說精油嗎 對精油加什麼類的都可以嗎 原則上大概要避免 就是絕對要避免的是一些有皮膚敏感性的 例如說像肉桂 像肉桂精油它就有高度 它裡面有一種成分叫肉桂泉 這種很容易就會讓我們的皮膚 一接觸就會紅腫 尤其是對像小朋友比較嬌嫩的皮膚 其實一般成人也會 像肉桂精油就一定要比 像黑胡椒精油 有可能也會產生一樣的結果 那大部分的精油其實 因為精油可以溶於酒精裡面 所以只要低數不是太多 它大致上的濃度還是安全的 了解 就是肉桂跟黑胡椒不要就對了 對就是有一些皮 會我們講說紅皮劑 有一些精油它會有紅皮劑的成分 這個盡量要變 然後另外就是我想要跟 其實也是觀察到 像去年一整年就是大家戴口罩 我有一些個案 他們因為譬如說尤其像女神 很容易我們本來的心血管的循環 就不太好 然後長期戴口罩 有些人就是呼吸不是很順暢 那就會覺得很悶 胸悶啦 或呼吸悶 那其實現在商家都很聪明 他們就發明了一些小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即使戴著口罩 也可以在口罩裡面透過氣味 去創造一個比較 讓呼吸更順暢的空間 他們就發明了一些叫做 精油口罩扣 它有點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然後有點像是兩個小磁鐵 在口罩內外呼吸起來 然後裡面的這一邊 它有一個空間 讓你放很小的墊片 場上都會附 然後我們就可以滴一滴精油在裡面 所以在那個口罩的密閉空間裡面 我們也聞得到精油的味道 那它會幫助我們感覺到 不管是我們低樹木的精油 或草的精油 就會覺得好像呼吸 比較清新一點點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別忘了到Apple Podcast 幫我們打新評分和留言 我們每周都會更新 歡迎你投稿想聽的主題給我們 投稿連結在節目資訊欄裡 請訂閱Podcast頻道 和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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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Bean Ju'ry